最喜欢的是谁 我是冰层 回去要不要跟他说让他带你打游戏啊 希望有机会 滑板冠军喊一诺打王者 石锤他这次已经火出圈 金牌人脉轻松加一 花海跟一诺赛后接受采访 电竞真的教会他们很多东西 各行各业都有状元 打电竞并非就是不务正业 伴随着一诺跟花海等人拿到电竞手金 截止到20点 中国队已经拿到74枚金牌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亚运会 我们的金牌数应该会第一名 然后因为王者项目夺冠 一诺直接是火出圈 很多体育运动员都认识了他们 甚至有一位滑板冠军喊话一诺 有机会想跟他一起打游戏 石锤一诺 这次真的是彻底火出圈 金牌冠军人脉轻松加一 只是因为这位亚运冠军选手年纪较小 玩游戏的时间会有所限制 不过一诺可以找他互动 张杰找他玩游戏放松 一诺找他学滑板 比赛或者训练之外 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最喜欢的是谁 有在村里碰到他吗 碰到他 有交流吗 没有 那回去要不要跟他说 让他带你打游戏啊 希望有机会 他会带他玩滑板吗 然后就是花海跟一诺赛后接受采访 其实也是说出了电竞选手的不容易 毕竟这个行业得不到很多家长的认可 总以为打电竞就是不务正业 其实就像花海所言 电竞也可以教会选手很多东西 只是成功的人还是占少数 像依诺这种级别的明星选手少之又少 请问一下花海 最想把独怪的消息分享给谁 想对他说点什么 最想分享给家里人 其实家里人就一直很支持我 然后也肯定在关注我的比赛 我想把金牌配上给他们 好 谢谢你 然后给依诺问一下 请问水丁爆料的时候 一瞬间你想到了什么 就开心吧 开心激动 就没想什么 就把脑子都是开心 就很荣幸为国家拿下金牌 那想问两位除了金牌 亚运经历为你们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两位一起说 我觉得收获了 就我队友们的心论吧 就成长吧 就电竞真的教会我了很多 好 谢谢你们 想跟我讲一下金牌好不好 来 总的来说 依诺这次真是亚运会最大赢家 原以为他夏季赛没有上过场 有可能被极光所取代 甚至是身价都要出现下跌 毕竟没有比赛 可打的选手 身价自然都会下跌 没想到他的身价不降反升 直接超过了以前的巅峰期 并且挑战者杯 跟是冠一诺估计会上手发 不过这也跟他的个人能力有关系 如果不是他是以打赏凶猛注明 估计也不会这么出名 就像一争即便夺冠无数 人气还是比不上一诺 最后大家觉得 一诺是不是最大赢家呢